云林县埋于前年被查出含致癌禁腰孔雀律 将调查出云林海市生技公司生产的动物饲料添加物消化除臭菌含有孔雀律 将负责人云林县消防局秘书肖燕松送办 肖燕松一审被依诈其取材罪判刑8月2审台南高分院认为除臭菌包装标签上有著名非环境用药 认为肖燕松应非基于不法得力意图施诈 判他无罪确定 判决指出云林检方追查市面上含孔雀律 还原型孔雀律的鲍烧鰻鱼片 发现海市公司涉嫌生产该批毒鰻鱼的饲料添加物 公司实际负责人肖燕松被改捕羁押 并以20万元交报云检一社犯诈其取材 修正前饲料管理法等最前将他与涉案业者提起公诉 肖燕松案发后一副惩戒交停职 云林地院认定肖燕松自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 向修进业者采购活性效目素 并提供行政院环保署 1998年1月10日环署读字第0980001245号 韩河诊免申请环境用药许可等文字的消化除臭菌 标签委托该丘禁业者代为包装后出售给酌性 亡性业者再转卖给不特定水产情畜养殖业者使用 依审法官考量现行法规 业者没有自行检验消化除臭菌是否含有恐惧率的义务 判肖燕松等人设犯修正前饲料管理法部分误嘴诈欺取材部分审着肖 身为公务人员却已不识资讯标签误导 业者因贩卖数量不多判处有期徒刑8月 肖燕松上宿主张消化除臭菌标签的是用范围只写深处 没有写水产 且它当初曾以消化除臭菌成分中纳豆菌等一身菌群有去张除臭功效 向环保署提出申请金环署含复称没有毒不用申请环境用药许可 它在贩售本件消化除臭菌时 以为只要是使用相同菌种的消化除臭菌 都可免申请环境用药许可 才将核准免申请环境用药许可印在标签上 同时在明非环境用药 它没有诈欺意图 王姓业者为专业钥匙 不可能因标签上的字号陷于错误 台南高分院认为 虽然环保署韩文并非针对本案的消化除臭菌寒复 肖燕松将其助记在标签上也不妥事 但审着他用意仅在告知消费者此消化除臭菌免申请环境用药许可 且标签有以粗体自助记非环境用药认定他无诈其取材意图 云前也提上诉指称 肖燕从贩卖标示不实消化除臭菌 有味造文书 贩卖动物用禁药等贩译 涉案的王姓 酌姓业者于海市公司也有责 肖便称不知自己买到含孔雀氯的消化除臭菌 法官认为行政机关为要求饲料制造业者 因检验食品中是否含有孔雀律 还原型孔雀律等动物用禁药 此部分维持无罪原判 台南高分院认为肖燕松无诈其取材意图二 神力转叹他无罪记者曹复年摄影分享